我竟然要去買車! 很像那種跑車的風格啦! Lamborghini風格! 嗨,Broton! 我來! 開水扇的水扇! 我來,這三雲是正常的! 我三雲盡吹爆! 然後我根本是手腳,你看! Oh my god! 到了到了到了! 哇!它在旁邊旁邊! 哦! 大家好,我不是可恩! 今天我們要去做什麼呢? 就是去試新車! 什麼買新車? 去買車! 最重要是什麼呢? 因為Broton到現在都沒有請可恩去試車 然後很感謝的就是我們後面的這位朋友 安排了這個Broton Service Center的 給我們去拍車! Hello,大家好! 嗨,我是可恩,你剛才這麼學我嗎? 哈哈哈,有像沒有有像沒有!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咧? 我們今天要去買車! 我們是去測試車! OK,其實我之前在Facebook看到太多人分享 這個Broton X50這個東西,又講很漂亮很美 所以今天我們決定去Broton Center 測試一下這輛車,親自測試一下! 然後女生也可以買車的嘛! 所以等一下咧,我就不是什麼專業的角度啦! 就是... 那女生就是這樣子駕車的咯! 我的車就這樣子給你搭檔咯! 好! 你不覺得我很像賣Proton的那個售價嗎? 一斗太陽不夠,一斗太陽! 小姐,請問在X50哪裡買啊? 多少錢哪一輛? 10塊! 10塊錢! 好,來! 老闆講的! 這裡,這裡,這裡! 我給22! 我給22! OK,這個就是它的車鎖匙 其實我覺得很像那種跑車的style啦,我做到 Lamborghini style OK,現在給大家示範它一個很厲害的功能就是 遠程Start Engine 不是開車門啊,是Start Engine啊 LI! 上車啦! shoulder start engine 真的很好 就是比如说你在远处你就直接开好, 车车你就不用一上车热热, 你知道吗? 虽然我是没有叫过什么跑车啦,但是。。。 有叻,你叫这个是我的Asia 叻,好不好? 我们的小红是跑车! 从Asia 换过来这辆,我是觉得这辆很高, 就很像跑车的感觉,很高吗?对我来讲! 我以前是手动的,这种都是按钮,反正我耍鼓啦! 然后你看这边都是皮革! 然后这个哦,它还有纹路诶,你看! 冷气口又不通心上的哦,很像一个开口这样子, 这样的话你不要买车啊, 你拿siding 回家就好了! 新的logo! 嗨,Broton! 我现在的开口! 开口路线! 主要,火山羽禁吹风! 火山羽禁吹风很晒啊,关起来! 闪闪闪闪! 关闪闪闪! 如果你不要这样麻烦讲话, 你手动也是可以的, 按一下它就自己灌了! 嗯! 哇! 这下没有的东西! 拍电视频! 好,電視已經開了 好,電視已經開了 嗨,Proton 我跟Hop 抱歉,這功能不能支援 嗨,Proton 開門門 好,嚇到我 真的動我 開門門 你會說我咩 它後面這邊也很寬耶 你看我腳也很寬 然後這邊喔,它是有燈的 就是你自己的燈 然後這邊喔,也是有自己的空間 然後你又可以充電器 你就不用接前面的充電器 Proton了耶,兩個耶 它的Proton 大不大? 是OK的喔 是OK的 OK的 OK啦 連帶 不大的,其實我整個都可以進到去也其實很有味的 但是通常不會放人啊,放東西好嗎? 它這個Gear 現在是,不是我們之前的那種車 就是你要往上推往下推的 它是在中間的 像Joystick,所以如果你要打Gear 你要換去DR 你是拖下來,然後 它會回去的 有一點像我們以前小時候去遊戲場那種啊 好像一個Joystick的感覺 OK,你如果轉去左邊的話 它就換去Manual 然後你上下就是加減 Chicker Speed 然後你轉回來就是Auto 我一定是Auto的啦 走人,開車了 就是喔,你看我平時轉的攝影機 是很重的,它這個很輕耶 Signal在左右 OK 在左 在左邊 在左邊 Eco Mode跟剛才是Normal嗎? 這樣Eco還有什麼? 我可能還在研究怎麼叫X50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我們另外三個大男人的表情 對他的表現 我們體驗一下貼背的感覺要不要 我們現在進去Sport Mode了啦 有貼背的感覺啦 現在是37 OK 來,走吧 很穩耶 我的Asia很飄耶 還拿Asia來比是不是? 因為我叫Asia嘛 而且就算我駕到100多 103這樣子它也是滾 它不會 你懂那種晃晃的感覺嗎? 就是很飄啊 它沒有耶 小朋友不要學姐姐啊 不好 至少要有檢查 我有 這個是什麼? OK 你踩油 它有藍色車才能掃到 我現在踩油啊 哇 它真的停的耶 我腳真的是 我踩油 它是它自己停 所以只要前面的車 三十一下 Sterling它也會幫著你輔助 然後我現在手是放腳也放的哦 它自己動的耶 你稍微動一下它怕你睡去 怕我睡覺 它會沿著這個兩者的白線 不會偏離跑道 然後我根本是手腳 你看 我的天啊 等一下 前面有一點彎位 前面有一點彎位 看它會不會跟 有一點彎位啊 前面有一點彎位啊 真的啊 真的啊 Oh my God 自動停 你的腳在那裡 你可以翹腳起來嗎 有腳在這邊 這個過分了 這個過分了 不用不用 自動停 Oh my God 它自己停 你不要動 你不要動 你的腳是沒有它的 OK 現在我們把它設定到100 就算我上了100 它都不會上100 因為前面的Lorry 它是走50的 所以它只能跟著Lorry的速度去走 然後它會自己停 它會自己跟 然後我根本是手腳 你看 Oh my God 它過了一段時間 它會叫我坐坐的 其實這個是很安全的東西 因為它怕你睡著 或者怕你在車上玩手機 對大家不要在車上玩手機 不要因為這個功能哦 然後大家就去做別的東西 不要爛用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更刺激的 刺激的體驗就是 紅綠燈紅燈 我BRACK都不踩現在 我現在是70多 你有看過五天樂那部戲嗎 放手 然後蓋眼睛啊 蓋眼睛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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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動Sally 沒有踩油沒有踩 你看後面兩個人 阿寶 阿寶 我不能 我已經很怕了 阿寶很舒服 他很肯定的跟你講說 可以 我們來到紅綠燈之後 我們不是要踩煞 踩了煞之後 我們不是正常 就打N、打P 因為自動煞後之後呢 我現在踩了煞 我不打N、不打P 我放煞 它其實不會動 那比如說 等一下我要走了 踩一下U啊 但是我現在走 我再停 我再放煞 它又再停了 所以咧 這個功能就很方便 就是說你只需要踩煞 跟踩油 踩煞、踩油 你的手就不用去打Gear了 OK,現在我們就回到Show Room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測試 自動煞車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女生最不惠的東西 就是煞車 哦,開始了 哇咯 哦,它在Parkside Parking 它自己停止了 以為它要喬位置 噢,我的手一定要一直按住啊 噢,我的腳是沒有踩的哦 Parking is complete OK,我現在可以放手 試完了車之後 我覺得我有必要給大家做一個總結 就是千萬不要去試駕Proton S50 因為它完全顛覆我對Proton的印象 你知道嗎? 可能是因為我耍鼓 我還停留在以前Proton Saga Proton Waja那個年代 但是自從Proton跟中國基地和平了之後 我真的發現很毒 Proton S50的價位大概是79,000到100,000左右 但是X50把那個Benchmark直接拉高 而且我現在全馬每一間Proton Center 給你試駕的 都是最貴的Flagship那一台 這招真的是高招 就是給你中毒的呀 我自己坐在Driversy的第一個感覺 就是覺得支撐性很好 大腿兩側,腰部都有支撐 椅子背的部分感覺比較穩 不會一坐就先下去的Build Staring Gear 左右兩邊的手銬跟冷氣口的設計 都是摸上去就感覺到很有quality的 18Triarin不算小 但是本身的震動區 卻可以把你在撞到路上的坑洞的那種震動聲 握慮掉 而且當你Speed Up的時候 你很明顯聽到那個 Engine 聲音 但是又不是太大聲太遲惡那聲 接著你開了很神奇的 Auto Cruise 之後 它則是很快速的鎖定前面的車 還有左右兩邊的白線 它可以自己加速自己停 自己跟上去 還可以自己轉小玩 這個真的是太神奇了 很High-Tech 嚇死人 那其實功能還有遠程 Start Engine Auto Brake Hold 然後LED車頭燈 有天窗還有 Engine Push Start 這種功能等等 講真對我自己而言 我真的是突然覺得 Proton X50 真的是更加性價 更加性價 我剛才試的那個 Proton X50 一共有四款 一個呢就是 Standard 一個是 Executive 然後一個是 Premium 還有 Flagship 這樣我剛才試的那個小紅呢 就是 Flagship 版本的 最便宜呢就是 79,200 然後最貴的呢就是 103,300塊 那如果大家對這一輛車 Proton X50 有興趣 又想要做 Test Drive 的話呢 然後你又剛好是 SP人的話 推薦大家來這一間 這個就是 SP最出名 最齊全 還有最大的 Proton Center 隔壁就位就是 Alan哥 嗨 OK 那如果大家想要 Test Drive 還是什麼事情 都可以找Alan老闆 然後我就把他的 Contact 地址還有電話號碼 放在這邊 大家都可以找他 他服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講解的非常仔細 然後來最後想要東西 Proton Center 你們的Proton Center 我們初五茶就是 一站式的服務 包你滿意 真的真的 他們真的是很貼心 服務到非常非常好 這樣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記得來這邊呢 最後就大忌的幫我點讚分享 然後看很多人的吃 我是可恩 下次再見 掰掰